嗨 大家好 我是Ariel 蔡佩萱 你现在收看的是Ban Wagon TV 我从小去加拿大长大 但是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也回到台湾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听到了华语流行音 就觉得哇 受到启发 觉得怎么这么好听 很有旋律性 所以我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听的歌 还是华语歌 所以我后来在盲目上面翻唱啊等等 开始做文歌的时候 我自己写的歌 大部分都是以中文为主 对 因为那是我最先开始接触到的歌曲 就是我的mother talk 谢谢你在顺发 安静而坚定的守候 人生里的波浪 我们一起勇敢度过 有 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 我原本在念药学系的时候 我其实那一大三的时候 那个暑假 我原本要去考医学院 然后考那个 那个暑假刚好 我开始发表音乐作品 在网络上面 所以我就面临到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 好好去考我的医学考试 还是我要去做我的音乐 那么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 所以我就觉得好 那我就干脆把我的药学先念完 让我还可以一遍做我的音乐 顶多牺牲一下 就是每天 每隔一个早上 要五六点起床直播场 牺牲一下就好 反正就是 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结果后来越做越多的时候 大家开始越来越follow 才发现 好像真的可以把音乐当做工作来做 所以才决定就是 好吧 那我要返回台湾 霸展音乐 但我还是很快乐 真的得到了自由 不怕往前 有你在身后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就是 你知道 就是 当然当医生比较稳定啊 但是 他们看到我的坚持 也看到我的热情跟梦想 所以 嗯 就走到这边了 年底前 我希望能够发表正式的专辑 对 就是一个full album 因为之前都是比较像是单曲啊 或者是EP这样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专辑有个完整的故事 然后有个完整的就是 我的作品 一个portfolio这样 我希望真的是能够呈现给大家 对 现在已经开始在充分 对啊 对啊 就因为我拍过歌了 所以 然后 对 要选择 然后我也一直不断配出新歌 所以 要选择 然后看怎么样去安排跟规划 嗯 其实我能够在音乐圈 我觉得很grateful 我觉得很感恩 然后呢 我的唯一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将来十年之后 呃 我的粉丝 或者喜欢我的音乐 可以跟我说 而且很 很有自信的跟我说 我是听着Aryl的歌长大的 哈哈哈 那就是我的目标 哈哈哈 然后希望 这些歌真的能够带给他们 生命中很多的comfort 很多的安慰 很多的安慰跟力量 你是指引我的心胸 你的仰望 只要想照亮夜晚 呃 因为我其实 我非常喜欢许佳音 因为他是创作的歌手 然后他也是 呃 就是花很多时间跟精力 去把他每个作品做的 然后他歌声又很好听 所以他是我学习目标 然后当然周杰了 因为他作曲实在太厉害了 因为他什么歌都可以做 也可以帮人家写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将来我也可以这样子 尝试不同的可能 可以帮人家写歌 当然如果能够跟我的偶像 哈哈哈 许佳怡 一起唱歌 然后 天王嘛 天王我就不敢设想了 哈哈哈 对那当然都很 都很想要跟大家 不同的火花这样 哈 你会让我终于唱一两句 一首寻想音乐的曲吗 寻想音乐 噢 噢 这个我非常 再好 哈哈哈 好 呃 我上《失落沙》就好了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他独自面对人海 啊 我居然忘记他的歌 我唱太多遍了 哈哈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回头才发现你不在 留下我迂回的白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把回忆分开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还有谁能来将我爱 我最近很喜欢我 也刚好是我最新cover的一首叫做《怎么了》 然后它是周星哲的最新一首歌曲 然后我很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结合了 这种acoustic的piano跟string 然后它有加那个games 然后我觉得这个结合我蛮喜欢的 祝福我最爱的 最爱 遇见很爱你的 飞向着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忘了安静而坚定的守候 而人生里都不忘了 我们一起勇敢度过 清晰的面 应该是听《每一次想你》 因为这首歌曲是我14岁的时候做的歌曲 然后那也是 我每次唱的时候 我都会提醒我自己 然后也会跟大家鼓励说要追寻自己的方向 虽然它是悲伤的失恋的歌 就是每一次唱一首歌 当作一种练习 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正面 positive 都是练习 其实就是人生up down都是练习的 所以送给你们 请你相信 就算我们的爱只能回忆 我也会等它好好珍惜 每一次想你 都当作一种练习 都当作一种练习 让我能放手让你离去 请你相信 就算我们的爱只能回忆 我也会将它好好珍惜 我觉得新加坡很特别的是 它不管是它的文化或是它的食物 连它的音乐我觉得都是很diverse 然后有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vibe 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 其实新加坡的人很愿意去接受不同的东西 虽然我听新加坡的歌有很多不同种类 但我发现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听那种 比较抒情的emotional的歌曲 然后这首歌叫做 《当我们不在一起》 然后它好像是一个电影的插曲吧 然后我觉得那个歌曲 歌曲旋律很美 所以蛮喜欢的 然后是魏妙录唱的 还有她自己写的 什么个照片 等我们不在一起 快乐相信不再和你有关系 距离是最后最真实的东西 不打扰你 留我独自重播回忆 因为只要负责所有 主要童话本的结局 可是故事最后还是失去你 非常地开心 能够在新加坡唱歌给你们听 然后我希望以后能够多多来新加坡 非常非常喜欢新加坡 然后 yeah love you guys see you guys soon and see you onlin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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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